字幕君 其實這次的節目叫做《 Reinvention》 其實我對這句字也很有感觸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小時候的我是很沒有自信 其實我小時候一直都覺得自己很需要證明自己給世界看 所以我是極度沒有自信的 我人生做過一件令自己最沒有自信的事情 就是我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去了整容 當時弄了鼻和下巴 因為我真的很沒有自信 而且我覺得做了這件事之後 就會被世界認同 得到更多的認同 但其實整完之後 我一直都覺得 一看到自己就會提醒自己 很沒有自信的自己 是很不舒服的 那個時間 去到三年前 我就 我真的受不了 我不想再看到自己 我就去了 養和醫院做了一個清拆的手術 你放進去也不要緊 清拆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醫生都問了我 你考慮清楚沒有 但我真的很堅決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我 是有足夠的自信去做我自己 不需要再為了世界去證明任何事情 其實我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某程度上對我自己 其實這次的表演也是一樣 我很希望 這群歌手 他們可能十年沒有出來唱歌 二十年沒有出來唱歌 有一些可能是 很久沒有以這樣的認識去演出 或者有一些可能很久沒有出來見過大家 就是跟我三年前去清拆一樣 其實我拆完之後可能是 那個樣子沒有那麼好看 whatever 但真的不重要 我覺得 所以和這群歌手都是一樣 如果他們有這個勇氣 去站出來唱歌 去做一些表演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已經是 reinvent 自己給觀眾看 無論結果是怎樣 可能表演不完美 可能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可能可以唱得更加好 種種等等等等等等 那麼多東西加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 只要大家努力過 我們那麼多位在一起 就是用了很多時間去排練 很多時間去量 那麼多東西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結果是怎樣就隨緣了 但是大家都真的努力過 好了 好了 感谢观看